哇塞 哇 哇 好吃 哎呀 这个太专业了 这个做的怎么像剩菜 这是沥青吗 还是什么 哇 这个一看就是 还不错 这还不错了 颜色稍微有点浅 有可能是冰糖炒的温度不够 所以颜色稍微浅一些 如果冰糖炒得久一点的话 它那个颜色是比较浑润的 有光泽的 这个其实要比刚刚的那个 好像是更入味一点 对对对 好像颜色深的一个好 这个好像是 就是第一次做完之后 又热了几次再吃了吧 这个做的怎么像剩菜 这个就是很规整 我觉得这张的这个面像 完全都可以拿出去卖 我觉得这个鸡爪 鸡爪不错 而且鸡爪它还学了我 这个给鸡爪的汁量 细节不错 哎呀 这个真的好 这个完全是两个菜 你看一个是卤猪手 还有一个这个肉 可以直接就做成那个 这个叫什么 叫叫 在外面有个饼 然后里面放很多肉馅 那个 肉夹馍 哈哈 这个做的是一块 是就是沥青吗 还是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就虽然看卖相不太好 有可能是这个锅的底色问题 但是 放大一看的话 它已经把这个猪手了 还有鸡爪的这些胶原蛋白 全部都给卤出来 一看就是 卤了很久 我一边看一边流 流口水 哎呀 这个太专业了 这个真的太专业了 包括一些分类 因为很多食材 它的成熟的时间是不同的 但是我看它的这个工整程度来说 肯定是仔细研究过的 看一下啊 哦 我评比出冠军了啊 哇塞 哇塞 哇 好吃 这都是人才啊 冠军就 这一张吧 我觉得 您视频客户单全新上线